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們回到第二節 我們講人工智能相當興起 剛才你提過有很多篇論文登在這些科學紀案裏 可不可以介紹一些精彩給我們看 其實比較簡單的就是以往發生了的 首先先講一些舊的 譬如你說找到那些蛋白質的結構怎樣 由DNA知道出來的蛋白質結構 其實已經非常依賴那個人工智能的新度學習來幫我們去做 但是剛剛這個星期有些什麼也都是用到這些 新度學習這樣的東西來幫我們做科學研究呢? 我發覺現在就是越來越多 我其實每個星期去找科學新聞的時候 有幾樣東西就經常多到我都不知道說好不說好的 就是第一 氣候變化的新聞 第二就是人工智能那些東西 第三就是對於那些天文學上面有拍到什麼新的東西 那種這樣的發言 其實是每個星期都有些新的東西變出來的 如果說回那些人工智能那些 今個星期又怎麼樣? 有一篇就是來自《自然奇刊》 它就說人工智能和化學 和有機化學之間的東西 那它就說 Organic reaction mechanism classification 就運用到深度學習來幫我們去研究一些有機的化學反應 而這些有機化學反應很多時候出現在一些生命科學裡面 就是可能生化學這樣的範疇裡面 我們很喜歡研究就是一些有機反應裡面 它通常不只是一條方程式就寫出來的 是中間經歷了很多的步驟 大大小小 有些的速率是快些 有些的速率是慢些 原來中間一個過程裡面還可以再細分很多個細小的過程 就是你要搞清楚這些所有東西 你才真真正正能夠將可能一個生命體裡面 那種有機化學的機制完全去了解出來 而很多時候裡面有一些的化學過程那些反應 是很短暫很微弱 你不是那麼容易去建立一個實驗那麼容易 就抽屍剝檢出來 可能在同一個化學反應裡面有幾樣東西同時發生 那究竟有哪些沒有哪些 那現在我們發覺原來這些東西 都可以去部分地交托給這個人工次能幫我們去做 因為我們本身由人去看數據 我自己記得在我高中 預科的化學的時候 我們要去探討那些這樣的化學反應 有幾快有幾慢 其實有一套方式的 就是在可能你一樣東西混一一樣東西 裡面某一樣新的產生的速度 和那些原有你加入它的原材料消失的速度 它們是有什麼關係啊 然後那個化學反應就符合哪一類啊 這樣呢 其實我們是需要將那些不同的物質它的濃度 很快地去將它裡面一些數據 隨著時間怎樣去變化 我們去plot出來 簡直是需要畫圖 畫圖的時候呢 很多時候就需要做一些什麼 lock plot 想看一下那種是指數的反應 還是很少的線性反應 多數就是有些甚至乎指數反應 或者符合某一個的指數比率 就是那個化學反應 究竟是應該用一個什麼正確的數學方程 或者是數學參數去描述呢 那就由這些東西 我們可以將這些化學反應去分類 那做這些東西 一向就很依賴你把那些數據量量得很準 然後你要用人手量量量出來 但是現在呢 既然人工智能這件事是這麼厲害去找pattern 就對於一些可能的數據 不是這麼清晰啊 或者是數據的量非常大的 一大堆頭髮後的反應 就是現在你不是很清楚地將兩個東西混合 你可能在這個生化系統裡面 有幾千樣東西 幾萬樣東西同時間發生 你怎樣在裡面找到他們之間的東西 怎樣橫橫相扣 那這件事呢 如果你找人做呢 就死定了 但是呢 就有人很聰明的 就開始嘗試 開發一些系統 就利用人工智能生度學習呢 來幫我們去找一下 究竟一個比較複雜的生化系統裡面 它那些這樣的化學反應 尤其是有機化學反應 是怎樣發生呢 那這樣東西就說 那究竟現在有本什麼新發現啊 那這裏我自己呢 都微微是很熟知 但是主要在這次的發現來講呢 就是建立一套這樣的工具 而這套工具 將來就會大有可為了 幫我們很容易找到 就是去抽絲剝鹼 那些生化反應是怎樣發生的 那這件事我會覺得呢 可以看到是非常有用的 就是我不知道會用在什麼範疇啊 甚至乎你說簡單一點 你只是一個癌症 一個病毒的入親 病毒的複製 那些那些中毒的反應等等 或者用藥的時候那些反應是怎樣的 就是你往往你很難 去用一個很簡單的圖像表現出來 但是現在的東西不用怕去複雜 直接就交給這個人工智能 幫我們去找裡面的pattern 那可以看到就是 可能就是好像 就是以往在化學研究裡面 有一些的工具呢 是厲害到很快給一個諾貝爾獎去的 就是譬如要用一些 液態淡冷凍了那個樣本 然後再用一些電子顯微鏡 看裡面的結構 這種這樣的技術呢 就幫我們看到很多 原本很脆弱的那些 生化分子裡面進行著 什麼反應和什麼的結構 那這些這樣的技術是拿了諾貝爾獎的 那這次這些深度學習的技術 能夠幫我們把一些 以往我們看不到的化學反應 將整盤去呈現出來的 那我覺得又是一些 會是很厲害的東西 所以為什麼就去上去自然期刊 這些這樣的研究 那如果有這樣的優勢的時候 譬如那些藥廠做藥的時候 不是很方便嗎? 所以你說藥廠怎麼可以聘請一些 純粹化學、生化、醫學的人呢? 你基本上已經有了很多 屬這些人工智能做計算機科學的人在裡面 已經有了其實就是 如果不是你 你只是講那些打白質研究 你不少這些人工智能 這幫人去幫你 主要就是幫你去 就是那些人 可能本身他對你那門學問的 那個認識不是太深的 但是他最厲害的是什麼呢? 你告訴他 你有一套這麼複雜的資料 你告訴他最後你想找些什麼 他就幫你用他的那個工具 來去幫你找這個圖案出來 但是如果沒有錢 那些去開發人工智能 現在我想就是遲早就糟糕了 你應該這麼說 很多人工智能基礎的深度學習工具 你不用自己重寫的 根本是已經開放出來的 就是我們上一次講開放AI 其實很多這些計算的模組 已經寫好的程式 就已經建立好 你只不過就是直接 你學習怎樣去用那套這樣的工具 然後就用在你的問題上面 就是當初去建立這些open AI 其實都是有這樣的原意的 就是你不需要重新由頭到尾 去將整個人工智能由頭到尾 問一次去用它出來 你只要知道你可以入什麼parameter 可以幫你達到什麼目標 然後再教你怎樣 根據我們寫出來的程式那個格式 用在你自己的問題身上 那其實呢 這個已經出現了在現時的研究那裡 就是當初建立這個東西 就是智慧共享 希望大家能夠去幫忙 去大家解決更加多的問題 那這裡是其中一個例子 解決一個是化學反應研究的問題 另外一個我覺得是有趣一點的 就是簡直已經開始 又是在《自然期刊》裡開始討論 就是說 接下來我們發現外星人 是不是都要靠AI 就是台長你自己覺得 你會覺得是我們人自己去發現了AI 發現了外星人先 還是直接已經是由AI幫我們發現了先 這個問題問錯了 我們不是發現外星人的 外星人是看著我們 所以它不存在我們發現外星人的問題 就是手指看到 外星人什麼時候顯然在我們眼前這件事 我們的新聞是這樣的 就是說 現在假設我們到處看 看天空 哪裏星球有外星人 我們沒有這麼多時間 沒有這麼多精力 沒有看完 於是靠人工智能就是到處看 它不會睡覺的 它也不會累的 所以它很厲害去找Pattern 就是我們是放一些探測器上去接收 你要分清楚哪一些數據是來自地球 哪一些數據來自某一些天體物理的機制 然後哪一些是剩下我們不能夠去辨別的呢 就是你都甚至乎可以說 我們現在台長你都識不少這些UFO專家 有些就說自己看到 有些就很厲害 就說其實這個是假的 這個是真的 他們很多的經驗都會去做一些分類 去做一些分析去解釋 其實就是為什麼這個題目這麼熱門呢 就是的確我們就算根據很多符合科學的解釋之後 我們還是發覺有一些部分的現象 是不能夠用我們以有知識去解釋 於是我們認為是unidentify 就是UFO的U字也是這樣去理 會不會在天際上也有一些unidentify 不能辨別我們沒有辦法合理解釋的信號呢 而那些信號是否直接代表著有外星智慧呢 你可以說是可以說不是 外星智慧可以是一個解釋 而往往AI最厲害幫我們去篩選了一些複雜的雜訊在配合 我們收到這個信號會不會只不過是有些地面的現象 而不是真真正正的天外古怪的現象呢 那給AI幫我們去看著一些東西 其實最主要就是看一下那個pattern 它的反應就一定會比人快 所以應該就是說 可不可以說只是AI幫我們發現呢 其實你會發覺就是 那種天體的數據分析就好像剛才我們說的 跟那些化學數據分析一樣呢 都是將會交給那個新的學習幫我們去做 去認一下哪些是哪些不是 我們去總結這個趨勢的時候 剛才你說的那套軟件現在就open了 但是後面的基礎是否要計算運算的能力呢 就是我說有錢和沒有錢 那你的電腦比較厲害和你的電腦沒那麼厲害 是不是已經有一個很大的分別在這裏呢 現在是這樣的 你的open resource 那些chatGPT那些 你都不是用你自己的電腦的了 你都是用它們的資源而已 就是它們的資源派到多少給你來幫你去計算而已 那當然了 如果你是有一套自己的東西 在自己的電腦上run 那當然是很視乎你自己的電腦的運算能力有多高 那就是天馬行空一些 就是若干年後 人工智能技術已經去到某一個高度之餘 再加上我們的運算能力又跳升到某一個高度 兩者相片合璧的時候 你會發覺那種運算啊 那種做決定啊 那種用電腦來幫我們去做這些工作 那種輔助能力我覺得是非常之厲害的 就是我甚至會說它的未來的戰爭 你的打仗那個軍師是AI來的 它參考過往古今戰役100回 就是你以前做的節目 就是然後很多的現代戰爭裡面 做沙盆推薦那些這樣的參數 它全部可以一起考慮了 那然後對於每一個 甚至乎每一個做決策的人 每一個他們 每一個國家他們的軍事管理 做決策的體制 所有這些都能夠放進去做一個綜合的討論 就是自己的考量的時候呢 那你發覺是AI可以做那樣東西的能力是 就是你等於一個博弈而已 它抓這盤戰棋 你要去抓一個人 我覺得這一天我們會看到 但是它會不會錯呢? 或者這樣說它可不可以被欺騙 就是很多時候就是兵不厭詐 它要找的是pattern 找的一些模式 你能不能夠做一些東西去超過它的經驗 就在說的是這件事情 所以這個也是創意的問題 這個是很調整的 會不會有一個很會騙人的AI 去砌掉另外一個AI 這個將來是不是人工智能之間的大戰 不是人的大戰呢? 這個就是我們現在嘗試這樣去預估 我們都講不到是哪一時哪一日去發生 但是我們就 就是AI這個題目我們一向都不講 但是每次再講的時候 我都發覺有些很新的驚訝的地方 就是你會看到那種一日千里在背後 是啊 好 最後那個疑問就是 你現在這種這樣的狀況呢 我們會不會有一個狀態 人會越來越依賴外部一些的科技 導致我們的智慧倒退 已經在發生著了 就是你 台長你會不會經常寄朋友的電話呢? 我寄的 我寄的 都是以前一個例子 當這個飯上官非的時候 那些警察就是 我的電話沒有封覆的 我是在腦袋裡的 但是你可以用你的經驗就是 你的學生是不是越來越蠢呢? 那麽講了 你發覺那種 你如果再考去那種博文強記的能力 沒什麽意義的 就是你還考去密書 那些東西能不能夠寸出來 背得出來 沒什麽太大意義的 就是等於 這一點有點像 用我打仗的比喻 大家都認為現代戰爭裏面 你再叫一些步兵去練次槍術 和搏擊是沒什麽意思的 大家都在講超視它作戰 而不只是空軍、海軍、陸軍 超視它的作戰 那等於你去那種考試、答問、解決困難 已經不是在講你這筆可以計得多快 而是誰能夠找到一個最快的工具 和你立即可以解決到眼前的問題 我們有的工具越來越多 那需要依賴到最傳統 就是硬橋硬馬功夫的東西會是少的 那是不是聰明了是不是蠢了 我不知道 就是可能聰明的地方應該就是體驗在 你能不能夠在那麽多種方法裏面 找到一個最快最有效的方法 來去解決這個問題才為之聰明 那所以你講到這裏我心都蠢蠢的 就是我們講了這麽久 就是講了這麽多AI的東西 但是我們對於AI前緣的認識 其實似乎是越來越遠的 就是那種實際的 可能你的學生比你認識更多 誤其的 誤其的 就是現在我已經不止一次的了 我一起去裝一個軟件去處理數據 我遇上一些問題 我可能純粹裝那部機我裝到 但是在某個同學那部機裝不到 我問那個同學 怎麽算那個同學都說不知道 但是結果他比我更加快的 在網上找到那個解決問題的方法 來幫我解決這個問題 那我是真心覺得這個學生性好 在這些位置就會是 我是比較舊式的人 我始終覺得 就是我們現在依賴在外在的東西太多 遲些我們會變成一隻豬 就是這樣說 或者就是說沒有了 沒有了電話 沒有了電腦 我們做不到人 就是我都相信就是 是有一套基礎的能力 是令到我們沒有了 現在眼前這些輔助器官 就是我甚至乎我認為電腦是我們一種輔助器官 就是就算沒有了 我們都不用死的 就是 但是我相信有一套基本的能力 基本的技術 我們是需要掌握 就不要搞到自己 突然間沒有那部電話 沒有那部電腦做不到人 是啊 那我比較悲觀一點 我覺得這個是 在十年之內會出現 那些這樣的 就是沒有了電腦的人 他不會做人的了 是啊 好 借我們在這裏結束 我們下一次再回來吧 梁錦祥工作室 梁錦祥工作室 在這個網絡言論自由被打壓的年代 我們依然堅持自我做好節目 堅拒自我審查 因為我們相信內容有價 而你們的支持就至關重要 請大家訂閱梁錦祥工作室Patreon 並立刻成為付費會員 守護自由言論 而我們在YouTube頻道上的每一支節目 都要麻煩大家記得 按讚、分享、留言和按鐘仔 感謝大家一直支持梁錦祥工作室節目 請禁錦祥工作室 但是沒有歡迎 感谢观看